大家好 继续扯上海的事情 上海这两天又出摇我子了 又出了很火的看点 一个人叫什么呢 常彦青 这样的一个名字出现在大家的视野 一般的老百姓都在说 不是说一部分人 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么一个名 常彦青 说这个人特别牛逼 说上海搞动台清零 整个城市都停摆 都管控起来 但是这个人很牛 一个星期成立了7家公司 为上海人民的饮食起居 吃和拉撒 操碎了心 然后有好事者 就把这个人的背景 就给扒出来了 说这一哥们是什么 杭州人到底是干嘛呢 不知道 此前干嘛呢 不知道 但是他有一姐姐 叫常彦平 常彦平是何学人员 常彦平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委秘书长 上海市政法委书记 又我做小台前的人 我看见一个人三个职务 这三个职务都是一领一的 都是实权派 怎么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我特别震撼 我去 一个人兼三个职务 那在上海 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三个部门 一个是上海市委副书记 一般的上海市委副书记 他都是管什么呢 他这个职位都是管这个人事的 真的 他会就人事方面的问题 提出一个一整套的方案 然后交给这个市委常委 市委书记和市长 市委常委讨论 这个副书记是 在整个一个地方上的 打尾班子里面 是非常吃重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第二就是秘书长 上海市委秘书长 是管什么呢 是管整个上海市委 整个上海的 这个叫做什么 党委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 也包括了政府 日常运行的 这是大管家 大管家 然后第三是政法委书记 你都知道政法委书记 那肯定也是 涉及一个地方 的这个攻减法 他都能管 你说这个人 是个什么神奇的人物 叫什么 叫诸葛与杰 说这个常彦平 是诸葛与杰 第二老婆 这个 常彦卿是诸葛 是常彦平的弟弟 那个小舅子 这个事 有很多 很神奇的看点 真的 我觉得 我的牙都掉下来了 怎么就这么有意思 上海这个地方 首先 我们作为一个 专门分析 中国这些个 狗血事情的人 一粒鸡毛的事情 你一定要明白 人家有这么大的背景 身兼三个最重要的植物 这种事 它能够 能够曝光 能够开始成为 街头巷尾的一个话题 能够一般的老百姓都在传 而且你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朋友圈里面 在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的交流里面 你都能看到 他给你搞一照片 上面给你画一套红线 是吧 你也通过后台的所谓的大数据 你也检测不出来 然后就在那么说 这种事你就靠了棋了 绝对不是有几个 具有福尔摩斯 这个什么探案的这个人 民间高手发现的 一定是共产党里面的另外一拨人 故意给你放出来的 否则你是作为一个屌丝 作为一个韭菜 作为一个屁民 你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事情的 不可能 而且一旦你作为一个老百姓 你把这个事情扒出来 人家政法委书记 随随便便 真的就翻一个白眼 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还不用说话 随随便就可以抓到你 没事 大家都在说 这个事了不得了 一定是比这个人的 比这个什么诸葛语节的背景 更牛逼的一个人 把这个消息捅出来的 咱一定要先要 要把这个心理的预期 咱要把它叫夯实了 然后再说第二点 第二点是什么呢 我查了一下这个诸葛语节 抱我年轻 1971年的人 70后 他们说是共产党建国以来 第一个这个70后 真的 然后当官当到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委副书记很有可能 他是一个什么 一个正部级 真的 秘书长 秘书长是个副部级 正法委书记也是个副部级 但是加上上海市委书记 很有可能是个正部级干部 不得了 共产党有史以来第一个70后的正部级干部 你想想 胡尹涛的儿子 是不是有那么大一个老爹 现在还是一个可怜兮兮的浙江市 溺水市的市委书记 距离这个诸葛语节 还有这个遥远的银河般的距离 真的是爬上去挺难的一件事情 知道吗 这人不得了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这人似乎没上过大学 这个资料显示 土工公开的资料显示是什么 在职大学毕业 什么叫在职大学 就他没上过大学呗 没有参与过高考呗 因为没有参与过高考里 没上大学吧 后来就是工作了嘛 然后完了以后就在大学 在工作的时候就拿了个大学的学匿 那个东西你想想你都是一当官 随随便就可以拿 是不是给人家复旦大学 或者是上海交通大学打一电话 说我们有年轻的才俊 共产党正在培养它 是梯队里面的人 是吧 完了以后需要一文片 给他赶紧搞一个 讲不讲是去听听课 教个门就出来的嘛 没上过大学 所以正而万经的学匿 是什么呢 在职的工商管理的硕士 那是个狗血的一个 所谓的血涅 啥也不是 知道吧 关键是这个人还没上过党校 好像 真的是 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按你说 像你这么年轻的人 你搞一个中国中央党校毕业 不管怎么样也算个事 他没有 他就是个工商管理 所以这个人肯定与北京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北京如果是看中你的话 肯定把你弄到北京 去上一个中国中央党校 听听我们蔡霞老师去讲课 是有可能的 没有 就在上海本土 上海的本地人 完了以后没上过大学 拿了一个野鸡的工商管理的硕士 啥也不是 完了以后 蹭蹭蹭当官就当这么大 你不觉得上海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吗 所以我看有些人说这个人是韩正的高祖 一直是韩正亲手提拔的 就这么一路上来 所以典型的江派人物啊 说这个现在上海这个地方啊 习家军的支江新军和这个上海本土帮打的是这个血流成河 老百姓就遭殃是不是 那上海这边肯定是有这个掌权性的人物的 你想想上海市的市卫书与李强啊 是杭州过来的 对吧 上海市的市长 公什么 公公红还是公什么 公正还是什么 也是他们的是老建老徐的人 也是浙江这边过来的 现在就好了 真正的掌握实权的 干活的 真正的掌握这个上海的官僚集团的 就是这个诸葛语杰 就这么一个没上过大学的 而且这么一个年轻人 那你想想他是七一年的人 他在这个1950年代出生的李杰面前 他就是一晚辈啊 哎呀真的晚辈 我觉得中国的故事太有意思了啊 所以这个人怎么突然这种事情就搞出来呢 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呢 你去追踪这个常彦卿是谁 一点都不重要 我看有些人在那里搜索常彦卿 结果搜不出来 这个百度早就把他给收为敏感词了 常彦卿是谁不重要 他的姐姐的名字常彦平重要 常彦平也不重要 他的老公重要 诸葛语杰重要 那诸葛语杰当官都当这么大 那为什么你这种事 哎你就就就就居然就那个什么呢 就成了公共话题呢 所有人都在说呢 然后我又查了一下这个常彦卿 他不是弄了七家公司吗 是不是 是不是搞什么呢 我看了一下 没什么特别特别要紧的公司 都是一些个在包子里动胎清零全程封控的时候 搞一些个物资的配送啊 采购啊 这都是一个冰角料的事情 你要知道这个动胎清零 或者是动胎的近胎管控动胎清零这种事情 他最专钱的就两个东西啊 一个就是核酸 天天避免你核酸 是不是 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疫苗 就这么两个东西 如果说还有的话 就是你 还有一个就叫做方舱建设 你去方舱的管理 医院的管理 是吧 就这么三个东西 我们就说三个吧 都没有 这三家公司都没有 这七家公司 长夜期的七家公司都不是搞这个事情的 是个也许是为这些个后面的配送日常物资的 送菜呀 送米呀 是吧 送框源水呀 你我人家都跑不了 他能跑得了 其实他赚的不是最核心的钱 是赚的是跑土的钱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东西特别有意思啊 你特别让人不好理解 为什么呢 我个人的分析啊 完全是我个人的分析 一定是上海的本土帮 现在和这个习包子的枝江新军帮 真的是已经开始正面交接了 正面就是 就是断兵相接就摊牌了 就直接就把这个诸俄语节的事就摊出来了 你想想 堂堂的市委副书记秘书长 然后这个什么 政法委书记 秘书长这个东西 我是特别熟悉的 不管是一个县里面 还是这个市里面 还是省里面 你的那个秘书长 他有两个秘书长 一个秘书长是市委这边的秘书长 还有一个秘书长是市政府这边的秘书长 市政府那边的秘书长是级别很低的 也许连一个部级干部都不是 就是个政局级干部 但是市委的秘书长 通通的都是常委 所以你看这个人 上海市委副书记 上海市委秘书长 上海市委政法书记 这三个职位都是上海市委常委 按你说的话 应该有三个人去做这个官 然后就常委就多了 多了两个人 结果他一个人就干定了 你说他上海市的 真的一切的上海本土的权力 全在这个人身上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然后呢 我就跟我的一些个政治分析师 中南海听创师 和这个中南海老守会的分析师 我们分析了一遍 没有别的解释 就是这个习近平 枝江新军 拟墙上海的这个浙江这边的人 要向上海本土帮 发起了全面的反击 就是这么简单 那为什么这会儿 要发起反击呢 有几个东西要分析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 就是为什么上海这段时间以来 一会儿说 我们要那个什么 我们要放开了 青年 东台青年 或者城市风空到此为止了 老百姓可以自由过日子 一会儿又说没有 是吧 一会儿又说要放开了 一会儿又是在演戏 是吧 我们都看得到 就把这个上海老百姓 心就这么悬着 是吧 就一直就拖 从4月份拖到现在 都到6月份了 是不是 看样子还要继续拖下去 最后女后发现 他们就两个老鼠 在下水道打架 然后老百姓现在在 这个家里躺着中枪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 怪不得上海搞得这么乌洋乌洋的 没个定数 一同乱搞 是吧 原来是两方面的人 打的是真是不为乐乎 又不得了 我跟你说 那当然呢 之所以现在这会儿出这个事情 我们都一直说 一定是包子迪 又想力挽狂难 为自己找点理由 说这个包子迪最近发指示的 说上海的腐败的现象极其严重 为什么这个诸俄语节 到底是干什么的 为什么搞这么多事情 你说这会儿搞成他干嘛呢 我们倒知道习近平 他这些年之所以 这个生命确起 之所以四个五个自信 就是因为他反腐败 反得好 因为中国老百姓都恨腐败 他抓了那么多贪官 反腐败是习近平的王道 真的 如果说他在上海抓一个诸国语节 把他作为一个腐败分子 抓起来的话 或者说开始查他的案子 那需要时间 你说是吧 因为不得了的事情 你说包子迪就此向江家帮 向上海帮摊牌 向韩正 向江泽民摊牌 上海的事情 非常的大 所以说他作为 中共的一届的党魁领导人 现在不是退休的时候 好的事情没做完 又提出了连任的几个牛 暂时不退休 特殊情况特殊处理 说像江派已经低牌了 这个一个就是反腐败 现在还有腐败任中而到远 是不是 未有穷妻 必须要继续干 上海这么严重的情况 不能袖手不管 第二的是什么呢 说上海这个地方的动态清零 近态管控 没有做到实处 没有做到实处 很多都是花架子 很多人趁机发国滥财 是吧 说上海的诸俄语发国滥财 所以比腐败更严重的罪行 要查 一溜的上海的人都卷入其中 老江肯定就是要宝败 是不是 韩正肯定要宝败 习近平肯定要公 最后结果就是你你你公我房 我房你公 相持不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到了呀 细胞子就可以跟你跟你跟跟这个江泽民提出啊 是不是怎么样 我还继续干一段时间 是不是 哎 说明江派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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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为了保自己的人吧 说不定就就就提出他的条件呢 他就答应他的部分条件呗 哎 共产党他你要搞什么事情 你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八王金上公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提出自己的筹码 要出牌 是不是 所以说说这个诸葛语杰啊 是江派支派的支江新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牌 该打过去看老江看韩正怎么接招 哎 总之是是是蛮有意思的啊 这个事儿非同小格 就是我们吃瓜群中呢 看热了啊 还是那句话啊 说来说去我的做节目的目的呢 还是提醒上海的父老乡亲啊 上海的这个杨金帮各种人嘛 你们没什么了不起的啊 不要有任何的小新兴的幻觉啊 赶紧的继续做好长期风空的准备啊 处备好物资 千万不要掉以新兴啊 千万不要以为共产党会放开了啊 没那么简单 上面的人打的就是血流成河 你就躺着中枪 所以这个时候做好自己的事情啊 家里都存点粮食 存点油 存点盐啊 存点米 存点肉 比什么都强 千万不要心痛幻想 谢谢